嗯,喂,大家好 OK,我们这一支影片是要讲这个 用MateLab写这个微分的最后一小部分 好的,那我们上一支影片我们介绍了 如果给你一组数据的话 你要怎么求这组数据的某一个点的微分 那就是用最小平方法找出那条方程式 然后再用方程式做数值微分 OK,好,那这一支影片我们再继续再多讲一点点微分 OK,那微分我们之前讲都是单变数函数的微分 OK,那当然这各位如果大家也学过微积分的话 就知道这个微分如果是多变数函数 就是两个变数以上的话 那就是还有偏微分 OK,那偏微分跟微分基本上 基本上都长得一模模一样样 OK,只是现在是多了一个变数而已 OK,那偏微分一样 也有向前偏微分跟向后偏微分 OK,那基本上它的定义根本上 根本上就是跟微分是一模一样的 OK,好,那我们就直接跳到这个 我们最后还是一样 我们偏微分是要用这个终点 终点的偏微分 central difference OK,那central difference 我们之前在微分有讲过 就是后面前一个 后面那一个点的函数值 减到前面那个点的函数值 OK,然后再除以2h OK,那只是说在这个偏微分里面 因为我们聊两个变数 比如说有一个f of x y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我要求它在ab ab这个点的对x偏微分是多少 OK,那对x偏微分 我们就是对a后面那个点 a加h那个点 然后a-h那个点的函数值 OK,扣掉然后除以2h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b那个点的位置就是不动 OK,因为b这个对应就是y OK,那对x做偏微分的话 y就不动 OK,所以b这边就不用改它 OK,那一样呢 如果在f of xy 那个函数要求这个a f of xy在ab那点对y的偏微分的话 那就是对 把y后面那个点 b加h后面那个点 减到b-h前面那个点 OK,那a点不要动 OK,因为是对y做偏微分 所以a就不要动 OK,那就是以这样两个函数相解除以2h OK,那就是对y的偏微分 OK,所以你看这其实它的定义 其实跟这个central这种数值微分 不管是单变数函数是双变数函数 甚至之后多变数函数 其实这个都是一模一样的 OK,好 那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例题 叫你说如果我给你一个f of xy 双变数函数 我要求你在那个x等于-1 跟y等于4的一阶偏微分是多少 然后比较数值偏微分 跟解析解偏微分的差别是多少 OK,那这我就简单稍微说明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范例 OK,那首先呢 我们一样对于用函数求这个数值微分 之前是介绍双变单变数函数 那双变数函数呢 其实也是一模一样 双变数函数比如说呢 我们这边我们这题目f of xy 给的函数叫做log 然后里面x平方加xy加y平方 OK,那在BitLab里面你定义函数 你也可以定义一个双变数函数 首先这个我定义我的函数名称 叫做my function 那我就是随便取了一个名字 叫my function 就是这个双变数函数 我会给它一个名字 叫my function 就是这个名字你可以自己随便取 然后第一个函数 我把他这边一样 小老鼠后面要括号 OK,那括号里面呢 要填你要几个变数 OK,那我们现在双变数函数 所以我填两个变数 x跟y 那这个x5跟y 也没有说一定要填x 或是一定要填y 你可以随便取名字 你选a跟b也可以 那填xy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以xy和y 以xy和y为变数的双变数函数 双变数函数 OK,那在manap里面定义双变数函数 是相当的方便 就用这个韩式握把就可以 韩式握把就可以了 OK,那这样双变数函数 所以我们填两个 以xy为变数的双变数函数 那后面呢 我习惯上再加一个刮符 这样 其实你不刮好像也可以啦 但是我习惯上会刮符 这样我会比较清楚 我自己在做什么 OK,然后这边呢 里面就写log 然后x平方加xy加y平方 那我这边我习惯这个 在定义韩式握把 韩式握把函数说 它的power就是用点power 然后乘法都点乘 这样好像比较不容易 有时候错误讯息 OK 那这边呢 就是这个我定义的一个双变数函数 OK 那下面呢 我把这个 我下面我自己把这个 算这个函数 log x平方加xy加y平方 这个函数的数值 哎不是数字 解析解的微分呢 我先把它都把它算出来 解析解的偏微分 第一个是解析解 对x 对x偏微分的解析解 然后第二个是 对y的偏微分的解析解 那这个是自己算出来 这两个东西自己算出来 并不是用电脑算 这两个是我自己算出来 我就用那个打一的微积分 就把这个函数对x的偏微分 跟对y的偏微分的解析解 解析解析解的函数呢 先给它算出来 因为我打的做比较 我想要比较 在某一个 在-1跟4这个点呢 它的那个解析解的偏微分 跟数字解偏微分差多少 ok好 在这边就差不多就这样子 好 那我们继续稍微往下走一下 ok 好那我下面呢 就继续定义的两个 定义的两个 x值跟y值 ok-1跟4 然后h呢 我这边用0.01就好 因为我们要求数值 微分呢 然后会有那个data值是多少 那data这边取0.01 ok那这用之前的经验来讲 data0.h是0.01 这个表现还不错 基本上小数点下入4位 h都还是 h用0.01都还蛮准的 ok 好那下面呢 那就是这个对x的偏微分 跟对y的偏微分的这个定义啦 我就把它直接数学式直接写下出来 ok首先对x偏微分一样 就是你看我前面定义个my function ok 那x0加h的值 减掉x0-h的值 ok那y值不要动 y不要动 ok然后减掉之后呢 再除以2h ok就跟我们刚刚是上面这个数值 只是一模一样的 各位注意看 这一行数学式值呢 跟这个数学 跟这个powerpoint上面的数学式 定义是一样的 ok 那我只是先把a换成x0 b换成y0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ok因为我们之前定义的是x0跟y0 那两个点的是x0跟y0 那一样呢 那对y的偏微分的话 就是y0加h的值 扣掉y0-h的值 ok那x0跟y0 不动 ok 然后刮虎除以2h ok那这样就结束了 ok那这是数值 数值的这个偏微分 那后面解析解的偏微分呢 我全面两个都把解析解的 对x的偏微分 跟对y的偏微分 都已经写 那个函数都已经定义好了 所以我最后呢 我就把x0-y0跟带进去 x0-y0带进去就好 ok那第一个这个是对数 这是解析解对x偏微分 这是解析解对y的偏微分 那最后呢fprint的f 我只是把这些值都算出来而已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范例 可以求数值偏微分的一个范例 ok 那我们run一下 前几波的 run一下 看一下数据 营物上出现什么 营物上出现这一个 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呢 它的数值偏微分 对x的数值偏微分 是0.1538 解析解带进去也是0.1538 ok 数值是0.5385 那解析解也是0.5385 ok 所以这个函数在用h4等于0.01的状况下 在小数点下思维 基本上解析解跟数值解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 ok 好这个就是这个偏微分 那偏微分呢 不是只有这个一阶 不是只有一阶偏微分而已 那也有二阶偏微分 ok 那二阶偏微分呢 那二阶偏微分 比如说那个双变数函数对x 对x偏微分两次 然后另外对y偏微分两次 它其实它的定义 跟这个单变数函数的偏微分呢 其实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现在只是改双变数函数而已 ok 那就是比如说对x 对做二次偏微分的话呢 那它就是x a加h那个点的值 扣掉fofab的值 那加上fofa-hb的值 ok ok我第一刚刚讲错 fofa加hb的值 然后再除以h平方 那你会发现 你如果回去对照一下 单变数函数的二阶偏微分的话 你会发现 这公式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的差别就是 它是 这边是a加h 这边是a-h 那对y的话就变成b加h 然后呢 最后这个是b-h 好像中间也是 中间都是一样 然后分母除以h平方 ok 那二阶偏微分呢 当然也有 这个是对x偏微两次 这是对y偏微两次 那我各位学过这个基础的微积分 那二阶偏微分还有 如果是双变数函数 二阶偏微分还有另外一种 还有另外就是这一种 对这一个 就是对x对y做完偏微分之后呢 再对x做偏微分 这个也是二阶微分嘛 ok 那这个呢 市值就比较复杂 那这个市值的推导过程 我稍微写在上面呢 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ok 那没有兴趣的话 你就看最后这一个就可以了 ok 好 那就是这个如果先对y偏微分 再对x做偏微分 它的那个数值偏微分的公司长这样子 那各位可能会问说 那对x 那先对x做偏微分 再对y做偏微分 如果倒过来 那公司是不是一样的 公司是一样的 ok 因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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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积分告诉你这件事情 微积分 微积分呢 其实跟你说 有说过这件事情 那 哎 哇 这怎么变这么 哎 这个线条是不是错了 哎 因为微积分呢 有跟你说过这件事情 那你先对y 再对x做偏微分 跟你先对 对x做偏微分 再对做y 偏微分其实是一样的 ok 这微积分告诉你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 这个市值 其中一个 这个怎么算就可以的 因为这两个是一样的 你就不用再算两遍 你只要算一次就可以了 哎 我全错了 你只要算一次就可以了 这个 你只要算一次就好了 那这个另外一个就一定就知道 ok 好 那这个公司看起来只是有点复杂 但是其实也是有 有一点规律性的 首先呢 它是加加 加h 加h 扣掉加h -h 扣掉-h 加h 然后呢再加上 这个负负 负负负负负 然后再处理4h平方 ok 那只跟前面这个单变 跟之前 刚刚讲的这个二 二阶段二阶片尾分 对x 跟对y二阶片尾分的分母不太一样 ok 那这边的分母是4h平方 这边是4h平方 ok 然后前面呢是分子呢 是加h加h 扣掉 加h-h ok 加h加h 加h加h 然后加h-h 然后呢 x等于1和2的二阶片尾分是多少 ok 那这边还是一样 跟各位要跟各位讲一些 稍微像各位 只要熟悉一下 这一个函数 这个双多变数函数的函数握把 怎么用 ok 那一样呢 那我们这边还就是 在main event定义一个双变数函数 首先有一个取一个名字叫myfunction ok 然后呢我给他函数过吧 然后呢 addxy 就是我要定义一个双变数函数 所以我现在有两个变数 双变数函数 那变数名称叫x跟y ok 因为用x跟y 大家比较熟悉 ok 你也可以取任何名字 都没有关系 ok 用xy大家比较方便 ok 那这边你刮虎赛 然后呢 诶 然后这个x x平方乘上y 我这边忘了我点平方好了 点平方要点乘y好了 嗯 点平方点乘y好了 ok 这样好像比较薄形一点 ok 好那定义x0跟y0 xy的值是多少 x0给1 y0给2 然后求1到2 那二界片尾分是多少 那h呢这边还是用0.01 ok 那这边呢 我下面就是把这个数值 数值的二阶片尾分 对x的二阶片尾分 对y的二阶片尾分 然后对xy的片尾分的 呃的数值公式呢 把它写出来而已啊 ok 各位可以对照一下 ok 各位可以对照一下 这其实是一模样样的 首先这个对x的平方的片尾分 对不对 平方你看加h扣掉 a加hb的值扣掉ab的值 然后再加回来a-hb的值 ok 加h值 然后呢扣掉 一开始那个点 然后再加回来扣掉那个点 不是再加回来前面那个点 ok 后面那个点扣掉两倍的一开始的点 然后再加回前面那个点 ok 对y的二阶片尾分也是一样的 只是现在改成变成y y这边有洞而已 ok 那y后面那个点 扣掉两倍的 一开始那个点 然后再加回来前面那个点 ok 二阶片尾分跟一阶片尾分 这个是稍稍有点不一样 ok 那如果对x做片尾分的话呢 y的值都不要动 y的值都不要动 那对y做片尾分的话呢 x做片尾分的话呢 x的值都不需要动 ok 然后呢 这就是数值的二阶片尾分 那是针对x的二阶片尾分 跟y的二阶片尾分 ok 那x那先对y 那xy呢 这个交叉项呢 交叉项就是在这边呢 ok比较长一点 那一样你看 a a加h加h 扣掉加h-h 再扣掉-h加h 然后再加回来-h-h ok 然后除以4h平方 ok 那就是数值的二阶片尾分 交叉项的片尾分 ok 好 那其实你看这三个式子 就是把那个数字解的公式 直接key进去而已 ok 这只是把数字解的公式key进去而已 完全没有什么 ok 因为我们这本 我们这本这个并不是数学课 你也不用知道说 哎呀这数学公式 是怎么推出来的 哎呀我们只要知道那个结果 可以让我们可以把它写进去程式 我们就可以做计算了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这个 这也还好嘛 对不对 这个写程式 跟会不一定会不会数学 其实没有什么 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那 ok 会不会数学跟写程式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ok 好那我们再执行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哎 因为我这个程式写的比较短了 我没有再去花时间去算那个数字 解析解的二阶偏微分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应该荧幕上就直接列出 三个数字二阶偏微分的值啦 ok 这个是11个是负 对X是二阶偏微分是-16.2104 对Y二阶偏微分是-0.9093 然后那交叉项的二阶偏微分是-4.4681 ok 那二阶偏微分呢 因为在我们后面想要介绍的某一些演算法 里面二阶偏微分是一定要算的 所以我必须在这个章节呢 先跟各位讲这二阶偏微分要怎么算 这样后面各位才会比较 在写那个演算法的时候会比较跟得上一点 就知道在写什么 ok 好的 那我们这个二阶微分这个单元呢 这个介绍就基本上就到这边 那这边这个单元大概就是大家都知道 数字的一阶微分跟数字的二阶微分要 那个公司要长怎么样 ok 长怎么样要知道 ok 因为考试的时候呢 会考各位这个人脑数字偏微分 因为考试可以带计算机嘛 所以就让各位算算这个人脑数字 偏微分 ok ok 那基本上 所以你公司你要记得嘛 ok 就算是算是一个测验嘛 ok 算是一个测验 这个反正这个因为也没什么好考的嘛 就考考各位这个人脑数字偏微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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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所以一阶微分二阶微分 就一阶微分二阶微分就好 你就三四阶 你有兴趣自己在自己去研究看看 那那就累了 三四阶偏微分那个打 连打程式都觉得累 好了 那我们微分就当于是个小单元就到这边 剩下了我们之后再聊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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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